說到亡年暖或者老蘇陪,大家的第一印象是雜莫尼,有人認為這就是愛情的魔力,只要喜歡上鳥,不管年齡差多大都可以排除脈難,不過同時也有人覺得老牛吃亂草,背後一定是有所陰謀,要不就是老的那一方貪圖青春肉體,要不就是亂的那一方,為了展而犧牲式上,那今天要介紹的這一段,相差三十六年的亡年之亂, 又是足於珍愛玄是陰謀里,目前73歲的李隆基,是香港的知名歌手兼演雲,1975年,他參加電視台的歌唱比賽拿下第二名,之後就獲得賞識,以歌手的身份出道,李隆基,先是在各個不同的餐廳和走廊唱歌,因為只要有他住唱的地方就一定爆滿,大家就給他取了個愛號叫旺材,很多走廊都闖著要稱他來唱歌,打在知名道, 之後他又幫電視台,唱紅了不少經典電視劇的主題曲,比如《幻化洗劍錄》、《陸建明和佛山戰先生》等等,幾多災壓活能倒背,冥記一生里面諸多痛楚,1985年電視台籌備拍攝中無嫌,因為李隆基獎得夠分容夠無能,於是就被算中出演分君的角色,雖然是第一次出演電視劇, 但是播出之後觀眾的反應卻出奇的好,從此,李隆基就成為了電視台的御用皇帝,雖然名氣和地位不及那些一線明星,但這麼多年來,李隆基也算是讚了不少展,據他自己所說,當著唱歌手的時候,他一個月就能買到一套房,在七八零年代就已經開保時節,即使後來經歷過投資和創業失敗,李隆基也算是有好幾套房子在, 手又能唱又能演,船要有剪,他在女生眼裡就像是七黑中的營火蟲,那麽鮮明,那麽出眾,不算那些沒有結果的風流情時,李隆基總記有過兩段婚姻,他跟第一任老婆在七十年代裂婚,因為劈腿離婚,之後又在九十年代,跟一個比自己小二十七八歲的女生,再婚直到二零二零年,李隆基又被拍到跟一位長髮撞妹,勾著手襯物框, 最初他旋否認,說只是憑有疑疑,然而才一年時間不到,他就公開成人已經有了新歡,而女方正正,就是一年前被拍到的那位長髮撞妹,也就是這次事件的女主角黃青霞。 根據李隆基所說,黃青霞是大陸人,目前三十六歲,比自己小三十六年,兩個人才是在二零一一年在地鐵上人治,不過因為當時李隆基旋有老婆,所以並沒有繼續發展下去,直到六年後的二零一八年,他跟黃青霞重逢之後,兩個人就打得火熱,一拍即合。 雖然說李隆基跟黃青霞相差三十六歲,但他們的人趣和愛好都非常一致,李隆基喜歡560年代的歌,黃青霞也喜歡,李隆基喜歡玩遙控飛機,黃青霞又剛好潰打,不是是開飛機和收飛機,看黃青霞的IG就更加不得了了, 不止喜歡浮潛寫書法壇樹琴,而且全是油華高手,自從李隆基公開認愛之後,黃青霞就跟著他出席不同飯局和活動,幾乎每一次他都會送油華給人做紀念,簡直就是琴棋書畫樣樣精通,不過,李隆基最欣賞的不是黃青霞的才藝,而是他的服務態度,他有一點最重要,最重要的是什麼呢? 他服侍得個老公好好,嘻嘻波人美身材正,才藝又多,又懂得事後老公,李隆基當然是寵黃青霞重到不行了,他曾經不止一次在訪問李雪過,自己已經把七套房,傳轉到黃青霞的名下,那好吧,雖然末裂婚就把房子過戶有點衝動,但兩個人本來就打算在2023年年底裂婚,早點過戶,也算是給女方證明自己不是黃青霞的名下。 可視當時間來到2023年12月,李隆基卻非常失望的跟媒體自暴,婚禮被迫延期,而理由是因為黃青霞的嫁禮友,白氏本來兩個人差三十六年,就已經收到了不少奸言奸餘,現在快裂婚了,家里又那麼剛好有白氏,又沒有那麼巧啊,於是大家就開始擔心李隆基被騙財,判女方只是為了那七套房產, 到手之後就反悔不結婚,船給李隆基取了個外號叫提款機,船給李隆基取了個外號叫提款機,不得不說香港網民真的事很有創意,網民除了替李隆基抱不平,不斷跑到黃青霞的IG留言,要他把七套房子套出來,之後船發展到有人直接埋伏黃青霞, 一邊用拳頭塵問他,一邊大喊賤人,把七套房船給李隆基,為了避免是太惡化,李隆基決定,跟黃青霞一起接受媒體訪問,他先是澄清,自己從來沒說過,有把七套房子過護給黃青霞,我從來沒說過我將七層留給了他,我從來沒說過寫給他了,哈哈寫給他呀,是呀算了,畢竟李隆基都七十有三,記憶力不好,忘記自己說過, 我雜摩也是可以理解的,但是黃青霞這麼年輕,不太可能記錯了吧,為了證明自己,不是謀財,他透露自己在佛山開工庵,小時候就學得起彈琴話話和書法,家人十歲就送他到美國讀書,長大之後又學開飛機和收飛機,甚至吸出了證書,證明自己是史丹福大學畢業,船市通過香港的高端人才計畫,移民到香港,既然自己是史丹福大學畢業, 自己都借摩有剪了,算須要貪圖提款機那幾套破防止嘛,本來人家只是自然你謀財,你就簡單否認,用實際行動證明你跟李隆基是真愛,就好了現在你把自己吹的那摩賴海,大家自然繪放大,檢視你吸出來的所謂證據了,網民先是佛言,自稱是彈琴話話和書法高手的黃青霞,根本就破綻百出,比如借兩張彈樹琴的照片, 榨漢之下好象活灑問題是罷,但其實,樹琴正確的彈奏方式應該是這樣,黃青霞把琴倒過來彈了,而且,他的話作跟淘寶上的假貨吸為相似,寫書法的握筆方式也非常不標準,其後又有記者打去飛行學院查詢,但是飛行學院卻說,沒有黃青霞的任何記錄,就連那將所謂的史丹福大學學位證書,也被人發現疑似造假, 他這才改口,說自己讀的是史丹福大學的短期課程,我怎麽越說,越覺得黃青霞跟哈佛財女那麼像呢,不過一切我都是非常坦堂堂的,如果黃青霞只是像財女那樣吹吹牛,那就算了,但是現在他連假證書都辦了出來,這不就出大事了嗎?2024年2月19日,黃青霞突然被拘捕,罪名除了有使用虛假文書,本有虛假文書, 船有預期拘留和造出虛假陳述等六項。罪名成立的話最高,可以被判兩年監禁,自從黃青霞出事之後,李隆基不止天天到守亞索探時,船對著藍天白雲佛誓,說黃青霞從來沒在他身上拿過一分展,等他出獄之後,就一定他跟他列分的,說老實說,我答應他,他出來我一點,我一定他娶他,難道真的是人生如棄, 棄餘人生,李隆基本人和他演的皇帝一樣昏庸罵,哪倒不一定,網民就推測,這一切有可能都是李隆基報的局,畢竟李隆基一直都那麼專一,永遠都愛給自己小一大節的女生,當初他也是為了跟黃青霞在一起,才拋棄第二任妻子,所以說不定,李隆基在忽然女方的真面目之後,一個反手,主動舉報黃青霞犯罪,這樣一來,既可以懲戒 黃青霞欺騙了自己,順便撇清關係,免得被當成共犯,風頭過後旋可以磨痛換個旅遊,如果是真的話,這部企也實在是太巧妙了,難怪香港網民又再一次更新了李隆基的愛號,尊襯他為計算機。